郭文貴議員 牡丹江林口縣居民仁女士透露 當地在中共開兩會之前就傳出疫情 但縣裡沒有上報 已經封院的中醫院 之前隔離一名疫情高危險區舒蘭來的人 還有一名去過舒蘭的人 27號 很多人的手機接到被設為室內碼的通知 禁足在當地 但目前縣裡僅通報兩例病例 大家都懷疑官方隱瞞疫情 最近官方通報牡丹江新增多例無症狀感染者 5月27號凌晨 公路客運總站火車站停運 5月25號 上午復刻的高三學生下午再次停課 網上傳出曙光新城小區內 有的居民樓的大門被鐵柵欄給封上了 拍攝者說 挺嚇人的 牡丹江市民于先生表示 有病例的小區居民還有去醫院的人都要做核酸檢測 據了解 牡丹江市是與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城市 上個月接收很多境外移入病例 該市康安醫院曾爆出院內群聚感染 當時領口縣有一人在呆院染疫 回家後傳染給多名親友 28號推特視頻顯示 牡丹江市財政局後面那個樓一家三口跳樓了 過年以後有太多的人無功可打 家底耗盡 老百姓真的太難了 牡丹江領口縣居民任女士還表示 當地從過年有疫情開始 物價就一直居高不下 比往年貴好幾倍 牡丹江市民居先生還呼籲媒體關注當地政府貪腐問題 包括強徵土地 強拆房子 不給賠償 司法腐敗造成很多錯假冤案 很多人上訪被關被打 還有人到北京上訪被整死 清台南記者雄斌柏尼採訪報導